詢問打小孩的部分 執行長那邊說他是在拍小孩 現在我們沒辦法接受 不認錯啊 好像那個執行長走過來 小朋友躺在這邊 他趴著 執行長過來幫他翻尿布 他現在好像是在跟小朋友溝通 然後拍一張椅線 結果就很用力的把他翻身過來 然後壓力的讓他扯他的褲子 他覺得小朋友不配合 所以跟他勾勾之後 就很用力的要扯他的褲子把它扑下來 然後就是丟褲子 然後現在推尿布下來之後 然後再整理尿布 把尿布也好 然後他就用丟的 他說這個是他們作用中心 一關以來換尿布的環節 然後現在把那個尿布穿上 然後現在只會這樣 用力的打到他的思想 對打到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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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這樣做 他說 他只說 他是在拍小孩 剛好之後 他把他的背景 遺漏了之後 把他的那個手 用力的拉起來 那你怎麼發現這件事情 主要是平常我們都會跟小朋友聊天 因為他之前都會跟我們 他會執行長兇兇的 然後那一天我就特別問了他執行長 他就跟我講說 執行長兇兇的 我說執行長為什麼兇兇的呢 他說他就說我不換尿布 因為我不換尿布 然後我就說 那執行長有做什麼事情嗎 然後他就說執行長拿筷子丟我的臉 所以我們在隔天呢 就是有去找執行長他們 那希望說跟他們調影片出來看 因為我們覺得說 如果小朋友他說的不對 那我們也希望說就可以跟小朋友說 執行長其實他沒有這個樣子 是小朋友誤會了這樣子 那我們也會跟執行長這邊做道歉 了解 那結果 結果發現原來小朋友說的 比小朋友說的還要差 我們選問打小孩的部分 執行長那邊說 他是在拍小孩 了解 現在我們沒辦法接受 我們一直跟他們講我們的感受 然後一直重複看那個影片 我們覺得真的不OK 後來我傳了LINE給那個執行長那邊 他才跟我們認可道歉 這間托引中心他是可以讓我們 24小時看監控的 那他們都敢在監控底下 明目張膽的說這件事情 其他不能看監控的呢 那我們也會擔心說 如果今天我們不出來講這件事情的話 會不會有其他的小朋友也受害 我們真的會很害他 該托引中心於2019年10月正式對外收脫喔 招生的臉書文宣中還強調 這裡是孩子第二個專業的家 執行長堅持讓孩子 享有充滿樂趣與友善的學習空間 在老師照顧中安心的成長 如今看來格外諷刺 我們不可能不在喔 你要不就是那個 下禮拜上再打電話來 下禮拜再打電話來 對 沒有辦法跟他聯絡上嗎 這件事情很重要耶 沒有辦法喔 不好意思喔 對此新北社會局表示 5月2日接獲通報後 一派員到該私立托引中心進行稽查 發現現場有多項缺失 包括現場空間使用與核准圖不同 餐點流樣卻尾標日期 而社會局想查閱陀鷹中心監視器畫面 但中心卻表示呢 5月前的監視器畫面紀錄 因為已向廠商報修 所以無法提供紀錄 社會局同樣立即發文 要求中心限期改善 而針對該中心負責人不當對待部分 社會局指出呢 5月24日召開行政處分審議會議 以決定該案違反兒少全法第49條 第一項第15款規定 也就是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 不得有不正當之行為 並依兒少全法第97條 該中心被採取15萬元 且執行長不得再擔任中心任何職務 另外呢 該中心為準公共化托營中心 就機構監督管理部州部分 亦將請機構陳述意見 如查證熟食後 亦將予以退出準公共化托育服務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